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要講的這一篇是 《風缺氧,走不下去了》 《風缺氧,走不下去了》 在過去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我想大家都被疫情悶悶到 想出來好好釋放一下 能夠回復正常的生活 我相信沒有哪一個人 屬靈到一個地步 這個疫情不影響他 是嗎? 我知道我們中間也有些屬靈人 無論你怎樣屬靈都好 你不可以站在屬靈的高地上 你說我不受影響的 你多、少你都受影響 有一種的情況就是走到極端 就是很悶、很煩、甚至抑鬱 有些甚至要去自殺 這個是極端 另外的極端就是我剛才說的 不影響我的 兩個極端其實都不是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鄭姊姊妹 我們不知道這個黑暗的湧度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光明 大家同意嗎? 現在這個Omicron又走來了 我覺得這個Omicron是輿論的勢 比實際的影響更大 我也都相信這個輿論其實是要大家提高警惕的 都是對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也不需要懼怕得那麼緊要 不過有一個基本的問題 基督徒在這個地上 是不是會無災難、無痛苦的 而百事順利、百事可樂的 來過人生呢? 是不是呢? 其實我們基督徒和未信主的人 都是同樣在這個世界 我們經歷的不會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 所以無論怎樣也好 主耶穌基督講過的說話 你們在世上有苦難 是非常清晰 現在有一個基本的問題 這個基本的問題就是 當你聽從主的吩咐 反而遇到困難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很大的挑戰 對不對? 你說我嘻嘻嘻嘻嘻 主給一些苦難我 提醒我 激勵我 鞭策我 這樣就說而已 我愛主 我有熱心 我有聽主的話語 到頭來 我遇到的 反而被那些不信主嘻嘻嘻嘻 那些更加慘 到那個時候 你的信仰就會經歷很大的挑戰 我知道有些基督徒 他在職場上面 他是忠心的 他是聽從主的話語的 他是有見證的 他是自首信仰的立場 來生活的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呢? 就是有時候這些人 就會遇到老闆更多的嘲諷 同時更多的排斥 在這些情況下 我想你基本上都會問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信那個神靈不靈呢? 好不好呢? 他說有恩典有憐 他保護熟他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這個是基本問題 我相信大家 你經常都會問的 在這個疫情裏面 有些愛主的信主的 反而他受到COVID-19 就過去了 很多時候 經常都會問這個問題 今天我要跟大家說這個 我們耳熟能場 我想你信耶穌開始 你沒多久就聽過這個故事 聽了N那麼多次 你說賴牧師 人家也聽了那麼多次 那你還要說 我今天要從另一個角度 來切入這一段經文 其實神的話語是非常之豐富的 神的話語也是安定在天 全道永遠 剛才已經讀過 那我就不再讀了 當那天晚上 到底那一天 耶穌和門徒做了什麼呢? 大家如果注意 你看馬可福音第四章 你就知道 當天耶穌基督對著眾人和門徒 講了很多的道理 而那天耶穌講了很多的比喻 殺種的比喻 點燈的比喻 然後五谷生長的比喻 講了很多的道理 如果你回去看馬可福音第四章 第一到第三十四節 你就發現了 我相信講到差不多了 都已經天都黑了 我想他講了整天 天都黑了 耶穌就說 不如我們到那邊去吧 耶穌仍然在船上 你要注意 耶穌仍然在船上 他們就把耶穌一同帶去 我讀經 有時候我讀一些 注意這些地方 他們把耶穌一同帶去 是不是他們在主導整個旅程呢? 是不是呢? 這個帶字有沒有一些 主權的那種帶領的關係呢? 如果你要分析 這個字其實就沒有什麼 就是主權帶領 或者一個主人帶著一個仆人 或者一個爸爸帶著一個兒子 那種主權帶領的意思 本身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也相信 門徒裡面 最少有四個是有經驗的餘父 耶穌呢? 耶穌是木匠 他是木匠的兒子 如果頂多 他就對山比較熟悉 上山斬柴 對海耶穌不熟悉 所以他們帶耶穌 在某個程度的情況下 應該是他們比較有經驗 似乎他們是主動的 加利利海其實是一個 滿形的一個湖 如果大家去過聖地 你就一定要去加利利海 因為加利利海是耶穌基督的事工 經常圍繞在這個海的旁邊的城市 而在這個海裡面發生 都很多次有些特別的神跡 這個海呢 其實應該叫它湖 加利利湖 其實它有兩個出口 它四面是環山的 兩個出口 就是那個碗 那個碗 翻轉 那個碗 然後有兩個缺口 一個是北邊 一個是南邊 北邊就是 這個約旦河的水的入口 從黑門山流下來 然後下面呢 就流往死海 那麼北邊呢 就寒冷的 南邊呢 死海就很熱的 我們曾經呢 一日呢 由死海上去 黑門山呢 死海 我們出發的時候呢 熱得不得了 上到 黑門山那個 過蘭高原的地方呢 下雪 一日你可以經歷到 差不多四季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北邊的暖流 冷流 和下面來的暖流 在這個湖裡面呢 來搞洞的時候呢 就經常 就會起暴風 大家都知道 這個碗沒有地方去的 就在那裡轉 忽然 起了暴風 那麼耶穌 要他們到那邊去 現在 忽然又起了暴風 那麼耶穌 是不是刻意 要試驗這幫人 那天聽了整天的道 是不是刻意 要試驗一下他們 到底 是不是能夠 將當日天過的道理 來活汗活用呢 你覺得有沒有這個意思呢 問這個問題之前呢 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耶穌到底知不知道 會有風暴等著他們呢 知不知道 應該知道 現在你就是 接受一位 全然神聖 亦都是全然的人聖的主耶穌 他結合在他的身上 如果他是知道的話 那就明知山有苦 就橫向苦山行 是不是 這個說法呢 這個版本 我不覺得他 這麼有力的 還有一個版本的 就是明知山有苦 就怎樣 不是橫向苦山行 是天向苦山行 就是明知那裡有隻老虎 我就偏偏要去 不是無奈地去 是刻意地去 那麼耶穌呢 很可能呢 就趕這班的羊仔 去面對這隻老虎 鄧姊妹 如果耶穌要你到那邊去 那麼你能不能夠相信 耶穌說的話 就能夠實驗呢 能不能呢 當然能 但是這班門徒呢 他們可能呢 那天早上聽的那些道 在遇到風浪的時候 忽然間就不知道去哪裏 消失於無形 鄧姊妹 我們也不要怪他們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在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已經是放在一邊 如果信仰不是灌注在你全人的裏面 很多時候 信仰就是一個點絕品 我有一次帶團去到以色列 當然了 我們現在在講加利海 那天我們要去上船 上船 我們多數都安排一個小時 從這邊去到那邊 中間有大概半個小時 我們就在那裏唱詩 講講道 特別講耶穌基督在加利利海 經歷過那些的神跡 那天呢 其實天氣不好 我們呢 大家就迫切祈禱 希望今天能夠風和日麗 Sing the clouds away 讓這個暴風雨 不要影響我們在加利利海 看的周圍的這些美好的環境 怎知道呢 上船的時候 就這些 clouds沒有被Sing away 反而呢 就更加厲害 上船的時候呢 就下雨了 下雨有風了 雖然不是很大風 但是呢 有浪了 那麼呢 我們一上船 就要把那些的船旁邊 那些的布簾 就落下了 那麼你又可以看到那些人呢 他們呢 面上就沒有什麼表情 就是有些都挺苦悶的 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那麼上這個加利利海 現在還要好像躲在一個避風的一個密室裡面 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那麼我看見這幫人這樣呢 我就想一下 到底是什麼來到去 挑旺他們的心智呢 那麼我想到一個方法 那麼我一上去講話的時候呢 我就說 弟兄姊妹 我們這次真的有福氣 我帶團帶了 我全部帶團帶了十六次 我不記得那一次是多少 總之我之前有帶過很多次 我說我帶團帶了這麼多次 從來沒有遇到風和浪的 這次我們竟然被我們遇到了 我們可以經歷一下耶穌基督 在同那幫門徒當時遇到風浪那種的情況 哇 你看下面那些人呢 他們整個轉光了 他們那個面上的表情露出一個很幸福 很感恩的那種表情 大家同意嗎 我不知道 我說我看見那幫人這樣的表現 我說如果我回去 我們每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說 哇 感謝主啊 我們真是有福的人 其他的人沒有遇到這些困難 我們遇到 我們可以經歷耶穌基督的大能 你說多好呢 好嗎 好 說就好了 讓你遇到 你遇到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說 哇 感謝主啊 那時候真是考驗你的信心 考驗你在神的面前 你的定力到底有多少 弟兄姊妹 在人生的路上 其實遇到困難 我們不要一條直路這樣想法 我們要轉個 這個叫做 paradigm shift 這個叫做情境轉移 就是想一下 耶穌現在 是不是在我的船上 所以第一個 這個第一幕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聽從主的吩咐 到那邊去 竟然遇到風暴 這個是第一幕 是不是 其實是不應該遇到的 因為主要我們去到那邊 竟然遇到風暴 但是其實遇到風暴 都不難阻礙你去到 耶穌要你去的地方 整個的鏡頭 現在就轉到船尾 船尾呢 你就發現一個很驚人 或者說很特別的一個鏡頭 耶穌是什麼呢 耶穌竟然枕着枕頭睡覺 我問你 耶穌是真睡 又是假睡 嗯 他會不會這樣 紮上衣 然後睡 然後有時 瞄一下他們 看看你們這些傢伙 在暴風雨中間 是怎麼反應呢 有沒有可能 耶穌是真睡 又是假睡 如果被你選 你多數 或者說你比較喜歡選 是真睡 又是假睡 現在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推論呢 你要做出什麼結論呢 真睡 我相信他是真睡 因為假的東西 我相信在耶穌身上 都不會怎麼存在 就是 耶穌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假 就算真睡 他都知道這些傢伙是怎麼反應 是不是 而耶穌他在全全的神聖 和完全的人聖 在他的身上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完全的人聖 他講了整天道 你說幾年輕都好 都累了 是不是 這一段經文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就是 路加呼音沒有的 馬太呼音都沒有的 就是那個枕頭 我不知道 哪個人帶那個枕頭上船 你說耶穌會不會帶著枕頭到處走 應該不會的 這個枕頭本來就在船上 但是他枕著枕頭睡覺 這個形容 就是說他睡得怎麼樣 如果你說 這個某人 他抱著枕頭睡覺 就是說他睡得很好 這個形容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耶穌跟他們那些人的反應 是完全不同 完全是兩樣 我有一次就帶團去到加利利海 我就想到一個辦法 怎樣讓他們能夠切身處地 我就將整旁人 四十多人 我就分他們做四組 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你想像 你當時是這幫門徒 在這艘船上面 你會聽到什麼聲音 想像一下 你聽到什麼聲音 我就知道你們平均年齡 就比其他的環教會偏低 年輕一點的 就應該怎麼樣 反應快一點 應該都願意說一下 但是我呢 剛才整段 我想都是warm up 可能你都不太熟悉 就是我講到的方式 現在我跟大家說 我希望你們能夠有些活力一些 雖然戴著口罩 但是也不應該影響你那種活力 來展現 我問你了 到底你可能會聽到什麼聲音呢? 如果你是當時的一個門徒 風是怎麼聲的? 我請這邊你們五位 你們扮一下風的符符聲給我聽 好 這樣才像年輕人 後面 不好意思 嘉豪牧師也要你參與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除了風的聲音 符符聲 還有什麼聲音? 避寒聲 耶穌睡 嘩 嘩 這個挺考功夫 我就不敢說耶穌有避寒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對耶穌不敬 耶穌是完全的人子 我們現在有大肌那些 都是有點缺陷 我不知道 有可能 不過我們暫時 我們暫時 先擱置了耶穌的避寒聲 好嗎? 除了耶穌的避寒聲 除了風的聲 還有什麼聲? 浪拍打是怎麼聲的? 應該是 啪 啪 還是你們想到其他? 好嗎? 我們這一組 前面這五位 你們扮演浪的避寒聲給我聽 你們是年輕人 哈哈哈哈 再來 浪是怎麼聲的? 哈哈 哈哈 你們這麼含蓄 好了 等一下 到真的考試的時候 你就要合格才行 還有什麼聲 還有那個腦 搖腦是怎麼聲的? 以前那些腦 可能沒有什麼落油 他們要搖 搖腦應該是嗨嗨聲的 好嗎? 好嗎? 我請後面那一組 嗨嗨嗨聲給我聽 哈哈哈哈 怎樣都可以 你自由發揮都可以 風符符聲 浪啪啪聲 搖腦 搖腦我想比這邊人少一點 人少一點 你們這些聲音 還有什麼聲音呢? 人如果害怕的時候 會叫什麼? 沒有訊息的 只是聲音而已 嘩! 或者尖叫 後面那組人多一點 請你嘗嘗扮演一下 人害怕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聲音呢? 哈哈哈哈 是啊 好像挺好玩的 等一下請你們扮演 我們現在來四重洲 好嗎? 當這隻就是那隻船 其實那時候的船沒那麼大 十二、十三個人 其實是很小隻的 我們一齊來嘗嘗 代入一下當時的門徒 他們聽到什麼聲音 一 你知道你要做什麼了 一、二、三 你們說 你們說合不合格了? 有人搖頭說不合格了 再來一次 重考 預備 一、二、三 這個就是進入聖經的場景 也都進入這些人物的心靈世界 頂姊妹 請問你在困境裡面 你聽到什麼聲音呢? 你比較聽到多些的是什麼聲音呢? 浪的聲音、風的聲音、搖腦的聲音 或者說你自己都在發聲 在那裡嘻瓜鬼叫的聲音 門徒裡面其實不缺乏這些有經驗的漁夫 他們其實這次這樣的反應 證明這個風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浪其實是很大的 可能他們平時都沒有怎麼看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來研究這段經文裡面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字 就是斥責 斥責這個字 在聖經裡面 其實馬可福音裡面出現了八次 出現了八次 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九章 都是講成斥責污鬼的 這三個 這個我們暫時不要講句子 不知道它是什麼 這四個是斥責人的 有人有解經家就說 這個的斥責 其實是講明什麼呢? 就是講明這個風背後 是有鬼在搞鬼的 就是耶穌現在斥責這個風浪 就是說這個風浪背後有鬼靈的工作 所以耶穌起來斥責他 就好像他在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章、第九章 所做的那些事情 大家覺得這個風背後 是不是有鬼靈的工作呢? 如果以這個進路來解釋 這個說法其實就是這個風忽然間來 但是風忽然間來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這個地理環境 是不是? 這個風忽然間指著 指著當然耶穌叫他指著 他們為什麼不聽呢? 然後就說這個風 是這幫人從來都沒見過這麼大的 萬事都可以有第一次 是不是? 而在遇到風浪的時候 人說 夫子我們喪明了 其實這個是很自然的反應 就算挺有經驗的餘夫 自己的命危在旦夕的時候 他都會這樣反應 所以如果這樣看 應該可以不是的 特別這個字有其他的四字 都不是講到斥責烏貴的 我現在順便跟大家來 因為我們在聖賢教別人怎樣解經 我希望你處理經文的時候 就有一個詞的意義和邏輯推來 但是我後來 我本來已經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我就看一本參考書 這本參考書就是 達勒斯神學院的 這個港道系的教授 叫做Abraham Kravila 他的東西我覺得很有知識 所以我看一下他 他就說 這段經文和第一章 那個趕烏貴的很多希臘文的用法 是很相近的 其實是沒有一樣的 這個滅這個字 是一樣的 斥責那邊是責備 這裡說鑄了罷 那邊就叫他不要作性 然後這裡大大的平靜 那邊就大大 這個大大又是同一個字 眾人懼怕 那邊眾人驚訝 那邊眾人驚訝 同一個字 彼此說 那邊又彼此說 這裡說 這是誰 那邊說 這是什麼 然後風海都聽從 那邊就污鬼都聽從 看了之後 我又有second thought 我想一下 嗯 竟然這麼巧合 和第一章 戚責污鬼的用詞 是用得這麼貼切 這麼相近 那我自己就問一個問題了 到底第四章 這段經文裡面 那邊耶穌斥責風浪的時候 風浪背後 有沒有污鬼的作為呢 有沒有呢 我自己呢 都是覺得不conclusive 所以不conclusive呢 我就找一個比較conclusive的解釋 這個conclusive的解釋呢 這個可以是什麼呢 是疑人法的一種的說法 大家知道什麼疑人法呢 就是把這個風和海 當作人來去罵它 來斥責它 有沒有用過呢 在舊約裡面 有 至少有五次的地方 就是把海當作人來去描寫它 我覺得這個比較穩陣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到後來 那幫門徒他們說什麼呢 他說這是誰 那幫門徒有沒有說 連污鬼都聽從它呢 沒有啊 有沒有啊 沒有 那幫門徒說 連風和海都聽從它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不如直接一點 就以風和海 我看The Message Eugene Peterson那本的翻譯 他翻譯得很全神 又是疑人法那種的翻譯 他就說什麼呢 The wind ran out of breath 那我就想一下 喂 這個可以用來做我們的題目 所以大家不知道 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就當風好像一個人 它缺氧 它已經走不下去了 所以 其實我都希望呢 我希望什麼呢 我希望這個疫情 缺氧 走不下去了 希望它現在慢慢 慢慢 就沒有氣了 考不到 第二幕呢 就是什麼呢 第二幕就是遇到風暴 門徒去求救耶穌斥 那麽就得見權能 耶穌的權能 彰顯 就使風和海大大的平成 大家看到這三個圈嗎 這三個圈就是我的大綱 就是三幕 其實第三幕是什麼呢 第三幕 耶穌他平靜了風浪之後 門徒問一個問題 耶穌到底是誰 我問你了 他們知不知道耶穌是誰 他們可能還未知 但是最少 比他之前所知的 是知多了一些 因為他說 這到底是誰 這個是誰 即是我之前認識的 不是很一樣 但是他是誰 可能他們說不出 連風和海都聽他 那麼 大家聽見 如果你看看第四章 第四章上面 有好 有好些的經文 都是用這個聽字 兩次說到 凡有意聽的 就應當聽 然後 有四次說到四種的土地的時候 都是說到人聽了道的反應 然後最後 凡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這裡 就講第三幕 如果風和海都聽耶穌 那我問你 這幫門徒有沒有聽 如果我在當時 他們說了這句話 我會怎麼反應呢 如果我當時不是門徒 我又當時看著他們 哇 這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都聽從他 那我說 喂 連風和海都聽了 那你們呢 你們聽什麼 你們聽不聽 又回到我們最先的問題 當我們聽從主的吩咐 遇到困壓 但是在困壓裡面 可以看到耶穌的權能 我們要不要繼續聽呢 要不要繼續聽呢 那你就可以解答到你最先的問題 頂姊妹 在基督徒的生命 人生的當中 我們會遇到困難 在困難裡面 不是因為你愛主 不是因為你熱心 所以困難就會離你而去 不是 仍然會來的 但是當他來的時候 你要不要在困難裡面 來見到耶穌基督的權能 你要不要經歷耶穌基督在你的船上的同在呢 然後你繼續去聽 然後繼續往前走 我有一次呢 帶了一個團 我現在都不記得是哪一個團 他們不是同一個團 就是跟前面在加利利海的經歷 那我帶了一個團去密沙達 密沙達大家知道 就在死海的旁邊 那裡是一片的沙漠的礦野 但是在這個礦野裡面 竟然有一塊很大的石頭 好像從天上跌下來的一塊石頭 那這塊石頭呢 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你可以在上面建一個皇宮 你說大不大呢 大 這塊石頭呢 其實現在成為一個的遺址 很多人就會上去看 那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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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上角 希律在這裡 就見了他一個的東宮 就是他 冬天的時候 他就會走來這裡 而是在上面 那你說 上面那些水 那些 那些 所有的設施是怎樣的呢 全部用人工的 那時候那些人工呢 人工就當狗工 很多奴隸可以幫他混水上去 那我們那天呢 就帶著這一團上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大概三點半 三點半呢 我們就要坐回吊車下來 那我們已經上了這個吊車的了 那那個operator呢 忽然間就說 大家出去了 我們遇到很大的風沙 那我們無奈就出去了 那三點幾呢 他們已經沒有什麼人在上面 除了我們和另外一個韓國團 韓國團呢 就還在我們後面 那我們就出去了 那就等了半個小時 有多 都沒有見到什麼動靜 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是四點 而四點過後 如果再等 天黑就很慘了 因為上面呢 沒有Hotel 上面也都沒有食物 所以如果天黑呢 等什麼呢 等直升機來救你 所以我就跟那些團友商量 就說 不如我們走下去 走下去 大家如果看看 左下角那裡 就是那條叫做蛇道 要走下去 普通年輕人 好像你們這樣的年紀 應該走一個小時就走下去 我們那個團 平均年來偏高 所以很可能就要走一個伴供 那如果加上我 這個腳又不是很好 那可能還要長一點 那我們都當機立断 都說 那走吧 那走一走一走呢 我們聽到上面 韓國團在那裡祈禱 Hallelujah Amen 哇 在那裡迴響 我們呢 就是我自己想 哎呀 到底是不是我們信心不夠呢 後來 不過沒多久呢 那些韓國團 一個一個爬我頭 因為我走在最後 一個一個爬頭 最後呢 整旁人都爬了 他走了 最終都是要走的 都是要走的 都是要走的 到最後呢 就剩下那兩個的operator 那兩個operator呢 是猶太人來的 那就走下去了 看到我呢 走得那麼辛苦 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說呢 就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 The Korean group They prayed But nothing happened 如果你是我 你聽到的 你會怎樣呢 我心裡面就覺得 豈有此理 你明知道我是牧師 雖然我們兩個團是不同 不同教會 不同團 但是我們同樣侍奉 同一個神 那你即是怎樣呢 你即是當著和尚 就罵禍奴 即是說 你們的神不靈啊 你看看韓國團 They prayed But nothing happened 我在那個時候呢 我心裡面其實都很激憤的 但是 怎麼回應他呢 忽然間呢 靈感來 我真的感恩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We prayed Not for the outside storm to subside But first for the inside storm to subside 嘩 我覺得這句說話呢 就一頂頂回去 他們兩個笑一笑 不再說話了 後來也沒有什麼人了 那就自己走了 我覺得是要頂回他 是要頂回他 為什麼呢 因為 神的名 At stake 神的榮耀 我們所信的神 我又覺得是 你說那幫門徒 外邊的風浪 還沒平息的時候 他們心裡面的風浪 是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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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他們的心裡面的風浪 如果不平息 就像耶穌一樣 根本外邊 是怎樣 都沒有辦法影響到他 對嗎 我其實呢 我做這個手術 我醫生跟我說 是一個大手術 我們商量了 我又跟我的女兒 聊過 都 反正都是痛 第一 第二 另外我就相信 神他會帶領 一切都會帶領 所以在我手術之前 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手術之後 裡面那些支架 螺絲 好像一個義壺一樣 就是 就是 做到 哇 有些人看了之後 他說 哇 賴牧絲 你原來動了一個這麼恐怖的手術 我說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後來再看才知道 但是 我知道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醫生講了幾次 前一晚 我因為相信 主他會帶的 無論怎樣也好 無論外面的風暴有多大也好 神 他會帶領我經過 所以我那一晚 其實睡和平常的睡 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叫出人意外的平安 兄姊妹 我希望 你能夠經歷 天父上帝 我們獻上感恩 因為我們知道 在困難 在痛苦 在握運的當中 主耶穌與我們同在 你的恩典就在那個地方 彰顯得更加完美 天父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 弟兄姊妹 我們遇到的困難 是在哪裡 有些是輕的 有些是重的 有些是影響深遠 有些可能一下子就會過去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們求主 讓我們經歷出人意外的平安 讓主 你的恩典 你的同在 在我們的生命中產生作用 激勵我們 繼續向前 無論聽從你的吩咐 會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求主 讓我們見到你的權能之後 繼續來聽從 天父與我們同在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祈禱 阿們